極權國家大權武力扣張 讓區域不穩 讓全球的和平受到挑戰 全球有共同價值的民主自由國家 大家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互動 是最最需要的 台灣怎麼樣守住自己的國家 保護自己的人民 我們自己要有決心要做事 而得到多助 各方朋友來相助 我們都會很感謝 也大家一起來維護 區域的和平穩定 共保世界的自由民主價值 能夠延續 而且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 的這個生活方式 方式才能永續 當然 各位朋友們 我們仲良大 有趣的